環境局跟海關 今年在這個通訓議長 領到這個郵包裡面 借到第二季的毒品 所以就順三個六 要來接到公司部 約公司利用這個關鍵 辯介社區的保存 台修的毒郵包 專案總共領到三位相反 現場放毒品的政物 環境局跟官務署 台北官 到過二十 在我們鄉快地 會務進口全區 插到報告裡面借第二季的毒品 加記安徽大名三公斤半 插集小組占對報告收益的阻止 去到台中沒有一間台學旁邊的社區 是在隨人的討伐 不過收費的人是不住在這裡 在包裹的收件地址 埋伏多日 結果沒有人來領取這個毒品 經過同步的這個布線 追查分析 發現這個社區的保全能源陽顯可疑 環境表示 社區選因為保存人員 現為是很可疑 竟然配合警方辦案 所以調柱探問警察辦案的方式 經過警方B隊專案人車 阻止相關的資料料後 這個省議的保全省人員說 他是受到物業公司 一個省議主管的基礎 提前叫他盜收特品報告 公司良性主管以新台幣六千元的代價 指使其收領獨油包 那警方當場逮捕姚恩賢後 向上溯源追查到這個良性主管跟陳姓的幕後主席三人大案 警方當場跟這個省議的嚴閒台報 接收到省議主管 公司 經過三個月 找到四段的幕後主席 全案以違反 毒品為害控制條例的罪嫌 以上投降地檢視政辦 行政局 虎有社區的保全人員 不可能為了一段好處 受人利用 鐵北的集團 收來管部門的報告 運輸第2基毒品 可以拍武器逗形 甚至是十年以上的優器逗形 記者 宗夏報道